在机器码中我们可以观测到这个逆极数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mu ax 1234h mu cx 40d 那么这两行代码汇并代码都属于逆极寻止方式 其中1234h和40d都为逆极数数值 当然这两行代码是属于16位汇兵的 那么32位汇兵 是以这个来表示 以上32位的寄存器来进行表示 那么像遇到这种形式的汇兵代码 云操作数是直接给出一个数值的话 那么它的寄止方式就是逆极寄止方式 如上面的两行代码 我们举例的这两行 一个16位汇兵 一个32位汇兵 ax和cx这两个16位寄存器的来源 我们可以很直观的就看出 分别是来源于1234h与40d这个常量值 它以常量形式出现 而且1234h与40d本身就是一个逆极数值 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寄存器或者地址 给他们进行赋予值和存储 所以那么这种语句 我们就称之为逆极寻止方式 它是属于逆极寻止方式的汇兵代码 我们就无需再查找1234h与40d这个值的来源 是来源于哪个寄存器或者地址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查找了 因为它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数值 那么明白了立即数寻止方式 看这两行代码的ax和cx这两个寄存器的值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就直接看出来了 比如像这一个执行过后 ax这个16位寄存器的值是1234h 那么这个cx它的值是40d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1632位的话 它的寄存器的值就是 1234h 14x的寄存器里面的值就来 就是40d 因为它给出的这个操作数 云操作数 直接是一个立即数 而不是寄存器 也不是内存地址 进行 进阶或者 直接进行复值 那么这种是属于立即数 那么这种是属于立即数 采用立即数值来进行 云操作数 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云操作数 是一个是一个以长量形式的立即数 那么就是立即选址 选址方式 云操作数 云操作数 得值 不来云于 不来云寄存器 或 内存地址 复值 或提取 好 那么这节课就是立即选址方式 我们在以后在C中 分析数据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 各种 这样的汇并代码 我们要一引就能认出 像这种类似于这种形式的 都是属于 立即选址方式 这种类似于这种类似于这种类似的